大家好我是牛叔叔 为了提高大家的英雄联盟竞技水平 加强团战意识 让大家打出精彩打出快乐 今天特意给大家讲解一场精彩的日服黑铁局 此名木轿 侠主上八仙国海散路送头 烈焰中疾风剑豪 终成孤儿 东营已经结束了硝烟弥漫的战果时期 德川幕府邪孝川天皇以令日本一统天下 但是各地藩主依然有不沉之心 尤其是风尘秀吉利众党羽 他们暗中勾结了东营最强大的组织孤儿联盟 想要借此颠覆德川幕府的政权 孤儿联盟由八大神将组成 个个都是最强王者黑铁巅峰 单独拎出来都能在召唤石峡谷掀起一片兴风险雨 此时联盟的目光放在了一座海边的村落上 月黑风高杀人叶 一群神秘人在暴雨中急迟 随着电闪雷鸣 马队停在了一处鸟居下 第二天村子里就莫名爆发了瘟疫 村里十世九空 村民实不存疑 当地的藩主很快得出了消息 治下的领民遭遇了瘟疫 自己好歹要一死一死 于是藩主派出了手下暗部全体调查 这场行动整个暗部部队倾巢而出 有些小题大做的意味 暗部众人本以为这会是一场简单的任务 没想到这场任务成了他们的最后一场任务 孤儿联盟早就布置好了包一千埋伏暗部 奉命伏击的巨汉正是联盟拔大将之一 我都放大了 你们都团不过 就是你菜之混分巨兽莫菲特江湖忍送外号石头炎 那石头炎身高九尺有余 体表覆盖花岗岩护盾 肩不可摧 暗部的攻击根本就破不了房 这场战斗直接一边倒 很快被吐露一空 石头炎也是色中恶鬼 即使接着都盖化了 也有做炮王的梦想 看见暗部的女人者刘炎有几分自色 便将她裸到一处破庙之中 一套巨蛇鞭挞和不灭之卧连招打完 就要接上巨龙撞击和战争律动 不料破妙阴影中 却不知何时多了一个人 此人正是这场比赛的C位 疾风剑豪谢永强 永强不光在暗出头看 更是得寸进尺 想要近距离观摩 是可忍孰不可忍 石头炎顿时护盾显现 就要大把出手 永强也是神经百战 先下手为强 一标刺瞎石头炎的眼睛 接着就起流行人夺路狂闻 石头炎本欲追赶 队友却发出了信号 稳住别浪 就在短短的时间内 永强已经失去踪影 石头炎有要事在身 又失去了视野 只能作罢 刘盈成功逃脱后 对永强感谢一番 随后便返回总部 报告战损 哪知道藩主 却对暗部的牺牲毫不在意 继续在刘盈面前直播到人 只是命令他继续追查 令人心寒 另一边孤身一人的永强 依旧很快乐 丝毫不知道 自己被卷入了一波团战之中 牙刺必报的石头炎 不会善罢甘休 提前做到了视野 果然抓住了落单的永强 隔墙使出 地震碎片减速 紧接着一招势不可挡 破墙而出 然永强虽胜力不高 但胜在场数多 作战经验丰富 见到石头炎放大 绝招狂风绝袭斩 立马出手 可视权护甲的石头炎根本不拒 直接硬扛下了攻击 但还来不及嘲笑 只见石头炎提表的花岗岩护盾 却渐渐崩裂 原来那刘炎的厉害之处 就是毒工 长久服侍毒药之后 自己早已是万毒之躯 石头炎在破庙中 接触刘炎之时 便被毒药感染 再加上魅出魔抗 早已强奴之末了 还丝毫不知 这才让永强 找准机会拿下一血 战斗刚刚结束 老年发育不良版 武器大师刘能现身了 他看出了永强的 高超武艺和乐观的性格 想要拉他入伙 为表诚意 将事情的前因后果 合盘拖出 那孤儿联盟勾结 风神堂与头鱼黄金 自己受天皇所托 前来调查 但是同伴都死于敌人之手 无奈之下 想与永强联手对仪 但永强根本就不相信 刘能的话 刘能口中的孤儿联盟首领 自己曾亲手砍下他的首级 断然没有复活的可能 二话不说就拒绝了 大战过后 永强只想洗个澡 好好的睡一觉 殊不知因为杀了石头人 让自己成了 孤儿联盟的眼中钉肉绒刺 于是很快又有一个人 前来劫杀永强 此人正是联盟拔大将之一 游戏有bug出不了鞋 索性就裸装出门之 魔蛇之雍卡西奥佩亚 江湖人颂外号蛇女 蛇女看永强颇有回根 必定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于是决定用美人计接近 在永强意乱情迷时 再放大招石化凝视 让他动叹不得 哪知道计划开头进行的很顺利 不料中途刘能却跳出来搅局 永强被打出的飞镖 击中尖头痛苦之下争夺了控制 蛇女以一敌二没什么信心 见势不可为 交出闪现落荒之逃 哪知道刘能救下永强 可不是出于好心 只是想让永强帮自己做事 飞镖上早就除了毒药 毒药深入骨髓 只有刘能才有解药 想要得到解药 必须帮自己调查清楚 孤儿联盟的下落 永强性命掌控在别人手中 只能乖乖就范 目前来看门一的线索 就是爆发门一的村庄 两人决定前往调查 但是孤儿联盟的截杀让两人失散 只能分头行动 永强孤身一人来到寺庙当中 再次中了蛇女的陷阱 多亏刘能及时赶到 就下命悬一线的永强 蛇女两次行动接连失败 已经没有资格待在孤儿联盟 暗处一位神秘人直接出手 在刘能永强面前垫死了蛇女 情况越来越危险 但是调查还要继续 三人会合后结伴而行 终于来到了爆发瘟疫的村子 岂不知此地又有一位联盟把大将 埋伏其中 密集恐惧症杀手 传送门推塔流之 潮汐海灵飞姿 江湖人送外号小鱼人 小鱼人的攻击手段 除了手中兵刃三叉底之外 还有一件特别的装备 姿若特传送门 通过传送门能召唤 无穷无尽的虚空秘分 风群无孔不入 让敌人防不胜防 多亏流影正面拖出风群 让永强找到了隐藏 在村子里的小鱼人 将之拖入水中战斗 小鱼人出身海洋 精通水战 但却遗忘了背上的虚空秘分 传送门中的秘分 御水开始疯狂挣扎 最终让小鱼人自食其果 孤儿联盟的攻击 一波接着一波 永强在山顶寻找线索时 又遭到袭击 八大将中的高手再次出发 正是火体大弹之 爆破鬼才及格斯 江湖人送外号炸弹人 他将流影的同伴做成了炸药 把大义的永强和流影炸下山崖 多亏永强随身携带死线 才没有粉身碎骨 当两人爬上峭壁 才发现是有人出手救了自己 此人同样是孤儿联盟的八大将之一 电子竞技不需要势力 只需要疯狗之无极剑胜意 高手就是高手 他之所以救永强 只是想来一场堂堂正正的对决 看咱们俩的剑谁更快 剑胜的眼是瞎的 心却是秀的 永强的快乐刀法 眨眼间就被压制成了弟弟 即使流影在一旁偷袭 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两人更是被剑胜的招数秀地睁不开眼 既然如此只能拼死一搏了 永强直接开大 狂风绝席胆 拼进权力后 永强落在下风 倒在地上 而剑胜略胜一筹 稳住下盘成胜追击 一刀斩去 就要结果永强性命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主角光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剑胜的刀被流影插在树上的 掉下来的刀挡了下来 永强的刀却深深的插进了剑胜的身体 危机过后并不是毫无守护 永强终于找到了建索 案发当天暴雨倾盆 泥泞的地面一定会留下痕迹 三人顺着路上的车车 终于在象牙山港口 找到了孤儿联盟的下落 刘英马上飞鸽传书 从事给番主 请求派出军队一网打进 而暗处也有人想把永强三人一网打进 此人还是联盟拔大将之一 主W坑壁流 六一守护者之影流之主杰 杰利用影奥义分身之处 假装受伤 成功将永强调虎离山 真身却切在了后排 袭击了战力不强的流英 杰并不想和永强正面作战 只是利用秘法控制了流英 让两人自相残杀 而自己隐藏在影子里看热闹就好 永强果然毫无防备踏入陷阱 杰以为胜券在握 于是出手想混合入宫 放出武器飞爪 限制住永强的武器 没想到聪明反备聪明物 连接飞爪的铁链 让永强锁定了杰的位置 面对困境 永强放手一搏 配刀向阴影抛出正中心脏 危机再次化险为夷 永强两次舍身相救 让刘英感动不已 在之前和刘能的交谈中 刘英知道了永强因为中毒受制于人 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巧的事吗 永强虽然中毒了 但只要与自己的万毒之躯交合 便能以毒攻毒 毒性不攻自破 你身上要是没毒 咱们还不能交合 你说这不是巧了吗 这不是啊 两次的救命真恩无以为报 那就以身相许吧 可咱们的主角是那样的人吗 面对诱惑脸不红心不跳 言辞拒绝了刘英的现身 老妹不行啊 你赶紧穿好衣服 我不是那种爷 此时刘英效忠的藩主 带人来到了港口 见到救兵来到 刘英马上现身 没想到此人正是孤儿联盟的首领假扮的 我肉我上了 你们更不上关我批事之 祖安狂人蒙夺 蒙夺趁起不备 抽刀刺穿了刘英 永强和刘英经历了风风雨雨 早就相爱了 只是顾及大师 没有彻底表露心计 眼见刘英被人撒害 暗处的永强 满枪快乐化为了怒火 不管是不是陷阱 不管敌人似谁 我都要他陪葬 死亡如风 常伴无神 永强抽到将敌人杀地 七零八落 蒙夺作为大反派 深知自己要最后一个送 于是便派出了手下的另一员大将 峡谷一动充电宝 放大就完事了 只狂暴之心凯南出马 凯南只用一张傲益 万雷天老隐 就要取永强性命 可惜再厉害的技术 也敌不过主角光环 角落里爬出了一个奇怪的小老鼠 正是炸弹人的火体炸弹 原来那炸弹人喜欢凯南很久很久了 却屡遭拒绝 终于因爱生恨痛下杀手 凯南就这样最终死在了自己人手上 永强在主角光环的庇护下逃过一劫 赶回来后 见到了奄奄一息的刘英 刘英强忍着一口气 最后一刻还在牵挂着自己的爱人 哥 交一下吧 你的毒只有和我交合之后才能化解 趁热吧 伤情还是不太了解 永强倒是想趁热了 但是已经凉了 于是彼此表露心机的二人 深深地稳在一起 然后阴阳永哥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刘英这小妮子在骗银 不是非得交合 其实嘴唇的接触 同样有解毒效果 阴差阳错之下 永强所中的毒就解了 树叶的一生 只是为了归根吗 这一刻疾风见好永强 终于参透了死亡 失去了快乐 且收获了爱情 另一边孤儿联盟的运输船已经起毛 刘能和永强偷偷潜入 却被炸弹人发现了 却也正合二人的心意 他们利用炸弹人炸毁了运输船 让蒙多什么都得不到 随后一个隐然 炸弹人在不甘的怒吼中 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现在孤儿联盟只剩一人 他将承受永强的所有怒火 祖安狂人蒙多 有着超强的恢复能力 基本等同于不死 曾经被永强砍下首级 现在依旧火梦烂跳 可见其生命力之强悍 蒙多战斗根本不用顾及防守 一套军体拳下来 把永强按在地上摩擦 即使手臂被斩断 接上半刻就能恢复如初 怎么办 眼见这是必败之鱼 但身为疾风剑豪 有句话长挂嘴边 荣耀存于心 而非流于形 即使是0-21 也能打出21-0的气势 永强瞬间化身铁头娃 利用自己投铁的优势 不要命的撞下蒙多 直接给爷打蒙了 竟然扭转了爵士 可是蒙多的恢复能力 也不是盖底 伤口很快就愈合了 但在这关键时刻 船上的熊熊烈火 融化了黄金 金笋流到了仓底蒙多的身上 把他全身上下 用金字挂住 成了金笋 大家都知道 金笋是最强控制 再强大的恢复能力 也发挥不出来 于是不死蒙多 最终沉浸了冰冷的湖水里 催灯把腊了 而这场霞午之间的战斗 最终被有心人记录下来 有失未赞 无虽浪迹天涯 却未迷失本心 只是见刑侠仗义 疾风建豪永强 他最终还是证明了 自己孤儿之王的尊严